確實法國不承認中華民國 法國不承認台灣 但是台灣中華民國的主權 不是由你們法國人決定 我們的主權不是由法國人決定 也不是由德國人決定 也不是由美國人決定 更不是由中國人決定 這句話他們都完全都聽得懂 因為我們是個民主國家 所以我們是可以沒有 對於現在一場 我現在也政治學者 也可以跟你講就是說 確實我們中華民國 我們台灣在國際上 沒有一個正常的國家地位 可是沒有正常的國家地位 不代表我們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只不過因為某種現實的因素 很多國家不承認我們 可是我們仍然有13個邦交國 所以就是說這些邦交國的重要性 世界上的國際法 沒有任何規定規定說怎麼樣 說要有多少國家承認 才是個獨立自主國家 所以現在我們就是主權 獨立自主國家 他的律師國名叫做中華民國 但是也可以稱作台灣 貴賓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還有媒體朋友大家好 那我真的今天非常感動 我回到我離開 七年的東吳大學 我七年前 2018年 那離開東吳那時候 都接吊到外交部去工作 那在2018年 七月 就奉蔡總統的命令到法國去當任大使 其實現在也差不多五年了 那這五年 或多這七年 台灣的國際環境改變非常非常大 那個改變的巨大 我真的是 但是我自己都承認 我七年前我在教國際政治的時候 從來沒有想像過 真的是從來沒有想像過 台灣的國際環境 還有世界會有這麼大的改變 那各位我想你們這一大學生 或者說這一高中生 我不曉得 通通可能比較沒有感覺 那大學生這幾年所面臨的一些事情 我想你們大概也都了解我這樣一一介紹 那至少我今天會把 這整個國際環境的改變都比較focus 專注在台法關係 那從台灣跟法國來的關係的改變來看待全世界 那 我們 在世界 現在 我今天講的東西 事實上是 其實就想跟各位分享 這個改變 第一個 這改變我是如何去把它帶來的 有 國際環境的變化 但是 也有 我們正確的政策 就常 我想你們在做 很多師長 或你父母應該都跟你講過 機會來的時候 你到底能不能把握住 上天有時候會給你一個機會 那上天就正好給我們台灣 這個國家這樣一個機會 那這起碼這七年來 我認為我們前線的外交人員 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總統 我們的外交部 都有充分掌握到這個機會 使得台灣現在在法國 在世界上可以如此爆紅 那我自己 我自己說實在 我也是覺得 我回來 剛才 蔡學院秀卓講說 要低調 這低調會 也是 事實上想要低調 但我沒想到 台法關係現在在台灣 引起這麼多的一個重視 那事實上我在媒體上 我也有講過 在法國也是一樣 有很多很奇特的經驗 現在我在法國走在路上 那不是 就是說偶爾會沒有要認出 那這以前是不可想像的 以前不可想像 相當程度來講 現在在法國 我認為相當程度 在法國現在的外交圈裡面 最紅的大概是中國駐霸大使 大家都會知道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個 感覺 然後一個特殊的契機 那我希望在這邊當然 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像這樣的一個 我們是如何達到這樣的一個 一個地步的 好 第二 台灣真的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國家 我從這邊開始 我剛才講過 你在這裡 我們可以講 中華民國是一個如此特別的國家 用中文來講 我想是沒有問題的 中華民國台灣 都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很清楚 了解到 這是我們國內 民主下面的一個 一個不同的說明 不過如果你要到 你要到外國去的話 就是一個台灣 一個選擇就是台灣 當你還在強調 China Shin的時候 是不可避免的 沒有人會把它連到 幾乎沒有人 所以最近開始會有連結 那是因為 大家開始探討 什麼是台灣 要不然 當你通常是China 或Shin的時候 一般來講 一定會到 連到中國 其實中華民國 應該說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已經訪問過法國很多次了 你們聽懂什麼意思嗎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Republic就是我們 當你用外文去講的時候 其實中華民國的總統 已經不知道訪問法國 什麼哪個幾次了 因為怎麼樣 沒有人搞得清楚 你就好像法國 你就講法國France French Republic 加上一個Republic 一定是講的是法國 不會是其他地方 那國際關係的現實 就是怎麼樣 中國就是中國 它現在是世界第二大槍斃 它是個非常有比想念的國家 那現在你看到美中衝突 所以China的話 絕對是不可能是由台灣 不可能是由台灣來去 就是說我們來宣稱 我們是中國的 我常講 其實我開始要談到就是怎麼樣 過去有個神話 不是有神話 就是台灣代表整個中國 我們為此其實付出 非常重的代價 我們這個神話說 台灣代表中華民國 我們付出整個國際 我們被迫離開聯合國 我們的邦交國一路減少 那這個代價非常大 可是第二個神話也是一樣 中國現在宣稱代表台灣 這個神話現在 中國也被搞得 就是也蠻慘的 就沒有人 幾乎沒有人同意 也沒有人承認 中國可以代表台灣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是非常有趣的 一個國際現象 往後 我們就可以來看到說 我講這個到底是不是正確 但至少我現在觀察到 我可以跟各位講 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說五年前 當我到法國的時候 當媒體在討論 中國跟台灣的時候 當有地圖出來的時候 基本上 中國跟台灣都是地圖 都同樣顏色 現在我可以跟各位講 現在到法國 當報紙出來的時候 再講中國台灣 中國跟台灣顏色 已經不太一樣了 不是不太一樣 就是不一樣 就是不一樣 所以你們看到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 一個改變 好 這裡 我們 我的管員 就是我們台灣 我們中華民國 住法國 所謂代表處 那就是大使館 我認為其實我們 如果要別人尊重我們 就必須從尊重自己開始 所以我去那邊 我也常跟同學講說 我們就是在一個大使館 沒有說法國不承認我們 我在這邊有一句話 在法媒體裡面 也是有點暴龍 是什麼 就是說 確實法國不承認中華民國 法國不承認台灣 但是台灣 中華民國的主權 不是由你們法國人決定 我們的主權 不是由法國人決定 也不是由德國人決定 也不是由美國人決定 更不是由中國人決定 這句話 他們完全都聽得懂 因為我們是個民主國家 所以我們是可以沒有 對於現在場 我竟然也比政治學者 也可以跟你講就是說 確實我們中華民國 我們台灣在國際上 沒有一個正常的國家地位 可是 沒有正常的國家地位 不代表 我們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只不過 因為某種現實的因素 很多國家不承認我們 可是我們仍無的案例 有13個邦交國 所以就是說 這些邦交國的重要性 世界上的國際法 沒有任何規定 規定說怎麼樣 說要有多少國家承認 才是個國立自主國家 所以現在我們 就是主權 獨立自主 自主國家 他的公司國名 叫做中華民國 我想這也是現在總統的一個立場 他叫做中華民國 但是也可以稱作台灣 我也可以跟各位講 我們不是唯一這樣的 你們知道 一個國家有不同的名稱 這是常發生的 我給各位舉個例子 有一個國家叫德國 德國的德文叫什麼 德國 那他的英文叫什麼 Germany 然後用法文來講 我叫安邁 你們就是三個 三個都是不同的名稱 而且都是正式國名 所以我們的國家 其實也可以叫中華民國 也可以叫台灣 這個是可以通的 這樣的例子 也不是就德國 像荷蘭也是 我覺得荷蘭跟我們 也有歷史關係 也跟我們很像 荷蘭 荷蘭的正式國名叫Nederland 叫尼德蘭 荷蘭只是尼德蘭裡面最大的一省 那我們喜歡叫他叫荷蘭 他還有其他的省份 之共很像 所謂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省 那他除了叫法文以外叫什麼 叫貝伊巴 你看貝伊巴 跟Nederland 跟Horland 三個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也不要認我們 我們的Cate 是這麼獨立 獨特的 事實上 這就是觀看 對自己的國家的信心 我們是不是看自己的國家的高度 我們自己覺得自己國家越正常 我們國家就越正常 事實上我再犯偽常 問到一個問題 最不承認我們自己國家 常常是自己國家的人 也就是說 我現在去國會 然後有時候會報政府官員 甚至在媒體 如果你們有看到媒體 很常稱我為大使 來自台灣的大使 甚至媒體會講說 我知道法國不承認你 但是我還是要叫你大使先生 我也知道中國的報告信 我叫你大使先生 可是 在法國 就是由我們的單位 他甚至連什麼 連大使都不願意稱呼我 連我都不願意邀請 所以其實 最 我常講說 最不愛台灣的 也常常是台灣人 世界 現在很夯台灣 世界很夯台灣 然後 也有 你可以看到 其實中國 有個校外 中國很愛台灣 中國可以為台灣 流血量 他為了要攻擊好台灣 他願意發動戰爭 所以我們自己 我講這一段 我們一定要有個高度 我們自己承認自己的國家 我們 當別人承認 當我們自己認為 我們是個國家 我們這樣出去的時候 其實世界 就會開始扔中我們 這也是我的經典 好 所以這個 歡迎你們 將來有時間 來到我們 中華民國 台灣出法國大使館 來訪問 或來看 我有時間 就會接見你們